好 高宏安这个之后被列为被告的所有动作 是不是检调都知情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报导所写的 包括检调知道高宏安疑似曾经试图联系 黄慧文也就是小兔 还有被遭到外界质疑的薪资捐款疑点的高办前主任 还有神龙Z9吴达伟等等两名前干部 那么两名现任高办的干部包括了陈焕宇还有黄灵慧呢 也是高宏安频频联系的对象 所以等于是可能今天检调只约谈了一个陈焕宇而有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人的 这就不难解读 为什么上礼拜传出来说高宏安他去新竹市政府 如果他要去当市长 他不会把这些助理全部都带去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解读说这些人其实 他是不是跟他们有一些说法或者是默契 或者是讲好什么的 那没办法也不行在这个节骨眼带他们去 只能带一个当时有一个助理再来不到一年 然后几乎都在地方上 然后跟着他辅选 然后会比较讨高宏安弯心 然后会在那边然后带他去 让他做这个九十等的这个机要 市长办公室的负责新闻的一个机要秘书 那这些人高宏安是不是都已经去找过 肯定有 会找黄卫文四次 难道不会找这个陈焕宇吗 难道不会找刚刚讲的吴达伟吗 然后还有郭卫文 王韵文都去 但这些都是资 我觉得都是资杰 都是旁生的资杰 就是包括王这个黄卫文 还有这个郭卫文 全部都是这个智智杰 还有吴达伟 还有包括搞不好那个江信的 我们都没有谈到说江信的助理 说因为他挂在党团办公室 去做民众党中央的事情 江信山嘛 那会不会也是有他 那比如说你要统一说辞 怎么样这个统一口径 诸如此类的 所以我相信郭卫文做这些动作 你以为检调都没有看在眼里吗 搞不好 搞不好唐蓝补偿 黄卫在后 他已经在后面都掌握了 然后如果我是检察官 我去问 我去问征讯这个陈焕宇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些质疑 说刚刚刚跟你说了什么 刚刚刚是不是这样问你 是不是说什么什么 等等诸如此类 或者说甚至说 他打了几月几号 打了几点几分 打了一通电话给你 在电话里面说什么 光是陈焕宇听到这 他可能就会吓到了 或者是说他用LINE什么 跟你说用什么通讯平台 通讯栏你跟你 如果讲什么什么 你是怎么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然后什么什么 诸如此类 我觉得这一种 有点是新房 如何去突破 陈焕宇的新房考验 像刚刚我们听到 冠联所说 他是很忠心 然后他也是有 祖仆的观念跟想法 他就在最后 他可能还这个 证据人当下 moment 他也是护着高宏安 可是当如果一切的证据 摊在他眼前不利的时候 怎么会忠心耿耿呢 我老板都想把责任 推给我了 我当然是要推回去 不然 可是你不能 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如果高宏安有见他 有找了他 他跟他说了什么 比如说像之前 不是传出来说 司法怎么样怎么样 如何是怎么可以处理的 然后等等 去安抚他 他可以去安抚小兔 他一样也会去安抚其他人 包括陈焕宇 所以陈焕宇会觉得说 他还是很关系 我被care的 然后会想办法帮我 会想办法帮我 因为这个时候 他会说 他都会跑去跟小鹿说 我们是同在一条船 难不成他跟陈焕宇说 你搭你的船 我搭我的船 那就等着陈焕宇到时候 到里面就把他咬出来 就把他供出来 所以以他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手腕 现在民众党 我觉得最担心的是 因为高宏安都不跟民众党讲 也不跟柯P和谢力工讲 他们 我昨天听到的时候 他们其实蛮担心 这个卫爆弹多大 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高宏安被收押 或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你们要怎么办 因为现在看起来已经像上烧 那民众党团都说 一切尊重司法 因为他们也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讲 因为他们说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告诉说 高宏安团队也没有告诉他们 高宏安跟高宏安的团队 都在自己处理他们事情 民众党中央党团 柯P这边 谢力工这边想要问他们 什么事情都问不到 高宏安也不讲 谢力工连讲错话都被骂了 何况要问呢 对 所以 他们只是想了解 他们也有甚至曾经想说 要不要这个 有没有什么律师方面的 这个法律的这个 也都可以写 他们处理 他们自己处理就好了 所以他们也不跟民众党 所以从头到尾 柯P跟谢力工和民众党 党中央跟党团 都是看着报纸 看着新闻 看着电视 然后才知道那个案情 因为案情 高宏安都说 这个是司法侦查的 他们讨论什么什么 所以他们也不敢过 他们就 他们其实我看得出来 感觉得出来 他们担心这个事情 已经爆发之后 他们会不知道怎么收拾 也不知道之后 他们要怎么去 弥补或者是挽救 只知道 只随着事态发展 他们就走到哪里 且战且走 我觉得这样子已经 几乎被高宏安拉着走 那整个民众党 会被高宏安拉着走 所以我才说 而整个民众党 突破他的心防 然后知道一些东西 然后跟他讲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交换条件 让陈焯宇当下 如此定型 好吧 我全部讲出来一件 或者是刚刚我们在推测的时候 会不会转作污点证人 等等 就是在于陈焯宇那一念之间 所以我觉得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高宏安恐怕 当初怎么对助理的 你恐怕接下来 这些助理也可能会 扭转他的这个命运 好 我们要请教惠珍姐 因为李中庭 也有没有可能 被突破心防 我们稍后来问一下 但我们要请教律师 因为今天大家说 这个搜索 可以说是非常的罕见 那接下来如果说 李中庭有没有可能 被突破心防 因为现在看起来 检调也在玩一个游戏 玩一个心理战 那现在看起来 就是要抓高宏安这条大鱼 我觉得李中庭 被突破心防的几率相对低 毕竟他的那个是男友 但是陈焯宇的部分 就是主任的部分 我认为倒是 不可能是因为 林冠年对他 这个学长的理解是说 他进去不会犯位证罪 所以他可能进去 那陈焯宇如果再跟他小以大意 也就是说法律上面 他就不要用高宏安派给他的律师 其实应该这样讲 他应该自己去寻求法律上资源 刚刚那个冠年有讲到说 他那边有一些学弟 也是法律上实务工作者 我觉得那些人真的是苦口薄心在劝他 就是说你在里面你不要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不是有没有意气的问题 不是因为越多人来关心 就越多人知道案情 所以我要这样讲说 陈焯宇他还是有转污点证人的空间 在于什么 因为前面周刊在报是小兔 小兔是2020年的主任 行政主任 但是陈焯宇是待到现在 代表他手上还有2021年跟2022年 可能办公室所谓的仗册 办公室的单据 这个都是目前检察官 今天可能进去扣 不见得扣得到 因为这段期间十几天 二十天可能都被灭证 那其实有些电脑是无法还原 是什么 我把里面的硬碟换走就好 就已经不同硬碟无法还原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高宏安的助理 这种工卫文 他也被搜索 为什么 因为我要去比对嘛 办公室里面也许我不见得扣得到资料 但是助理家里面的笔电 会不会有可以扣的东西 所以他对助理家也发动搜索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他还是在拼凑证据 那陈焕宇的价值在于什么 他的价值在于说 他如果在里面 他就2021年 因为目前小兔的只能有2020年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公积金 那一个什么八十几万 一个月里面上缴30 一个人可以上缴30万 这种荒谬的情节 如果2021年 2022年还有相关的单据 这就是他可以跟检察官讲说 我有价值 我在突破这个案子 我有价值 你要让我转污点证了 如果陈焕宇可以放下他个人的情绪 回归到说法律其实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还是要跟贪污共犯在一起 当然是他的选择 就是以后可能吃免钱犯 但是如果他的想法是说 如果说像冠联所讲的 这个整个都把责任推给他 把他当成余文 那当然不接受的情况之下 我就把事实讲出来 我把里面的2021 2022相关的资料拿出来 所以律师你看除了小兔可能是第一大的突破口之外 接下来陈焕宇可能是第二大突破口 因为刚刚不是问到了高桓办公室的发言人徐千晴吗 他不是讲说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责任要推给陈焕宇吗 他说不回应交由律师处理 但是他其实是还没有否认的情况 我认为可能他的发言人也未必有能力去了解这个事实 因为毕竟这种案件 刑事案件 如果叫高桓安 刚刚那个议员所讲的 高桓安连党中央都没讲 或者高桓安连党团都没讲 那我干嘛去告诉一个竞选期间的发言人 这个个案的情节是什么 他毕竟不是他过去在国会的助理 所以我认为他的发言人这个徐千晴 也许这个时候他只能回答说 不知道交给律师处理 他因为没有能力去回答每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只有高桓安知道 而高桓安现在目前正在北极组 稍晚应该到北检去复训 那我要强调一遍 北检对他是否深压 是我们在观察是不是真的有人搞定司法 或者是我们遇到地方议员跟国会议员 有双标的指标的观察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惠珍姐 因为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只是高桓安有事 李中庭有事 他现在被列为被告了吗 那么也带去征讯当中了吗 重点就是前几天四叉猫不是找出来 他的那个健保居然没有挂在立法院 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有人头的情况呢 这接下来会不会案子再向上延烧 事实上整个案子你可以区分成三个层次 因为其实我以前跑过司法跟 就是主要跑司法 你会发现警察官办案是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会先从广泛性的搜取相关的试证 然后慢慢慢慢 narrow down 那我觉得他主要分成哪三个层次 一个是吹哨者包括林冠年 包括之前的一些四叉猫有约谈一些助理 出来的爆料的吹哨者 第二个就是所谓情形类 情形类其实就是这一次所约谈的这四个人 包括陈焕宇 还有你刚刚提到他男朋友李中庭这个部分 这两个人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是因为陈焕宇可以说是从头到尾 他最重要的一个左右手 所以陈焕宇在整件事情上的供词 其实是会等于是说直接联系到高鸿安 到底对于所有 因为他之前都推说我不知道啊 那主任他们啊 讲白话文就是陈焕宇 他要不要一肩扛起来啦 但他一直把刚刚林冠年讲的那句话说 那个陈焕宇啊 他说他绝对不会做未证罪 其实我个人认为他有两种解读 一种解读是他就坦白从关 他把所有的事情 事实的真相全部都说出来 可是如果他要做这件事的话 他不会拖到现在 你如果因为事情从头到尾 人家已经罪证那么清楚了 如果你从头到尾都会认为 我要以司法 我要觉得还原事情的真相 他早就交出来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一直到现在 已经被列为被告的情况之下 然后然后被约谈 然后他说我绝对会 就是不会做未证罪 我觉得搞不好会一肩扛下的 一肩扛下的机会也不小哦 因为我已经说我不会做未证罪 所以我说的话就全部 我认为 就是他就说我说的话就是事实 那代表如果今天说 对 就是我 全部都是我做的 高鸿安什么都不知道 这也有可能哦 这种反而是你知道 牺牲小伙完成到 这其实小 这个不要小开的可能性 第二件事情是你刚刚提到的 李中提 他这个扮演的角色是哪一块 杠上开花 开哪个花 就是这一线可以抓到 这个永龄基金会 郭董那个脉络里面 所以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他那个健保这个部分 所以那个健保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很明确了 你如果健保是挂在永龄基金会 就代表立法院这个部分 可能只是你的兼职 立法院虽然助理没有说 绝对不可以坚持 可是你没有申报 如果你没有申报的话 你已经违反了 立法院相关的规定 第二件事情 你每个月在永龄基金会 领50万 那每个月领50万 一年也有600万 600万这笔钱 那你到底是你自己的 还是说到最后 事实上是透过这种模式 是由永龄基金会 捐给高宏安的政治现金 这其实是另外一个法 那个也是违法的事情 所以它是另外一条路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检掉在这个时间点 才选择就是大规模的搜索跟约谈 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因为周刊已经在礼拜二 把人事实地物 他串供都写了一清二楚 而且高宏安出来 没有针对四次去找这些人 串供这件事情进行说明 甚至没有否认 所以等于是在全台湾人 都看到这个人是串供进行事 然后还在外面爬爬走 对 然后司法因为他立法委员的身份 不敢办他 这种疑虑会在社会上 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怨 说那所以我们现在司法 是有一判信没有一判信吗 这种如果是议员 早就不知道 他转到哪里了 结果他因为立法委员的身份 他可以公然串供 而且被周刊踢爆 人事实地物 什么时间点 对谁串什么样供 这种情况 司法如果还不进行相关的约谈的话 这个我觉得等于是司法 搞定司法这件事情 是会在人民心中 形成一个既定的判决 第三个是 我觉得他今天司法这个动作是 可以不让司法的威信受到折损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 我觉得他可以给高宏安一个压力 什么样的压力呢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深压了李宗廷 因为你其实深压的要件是什么 逃亡跟串供嘛 那你现在也没有串供之余 有啊 写得一清二楚啊 所以如果我认为啦 这个深压 那个他男朋友李宗廷的机会非常高 深压陈焕宇的机会非常高 但深压高宏安的机会 我觉得相对来讲低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他真的透过那个立法院啊 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情况的话 他就一出来说 啊 司法迫害啊 整件事情又会变得有政治上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所以如果说一个简单 但是可以有效处理方法 就是深压他身边的左右手 深压之后 让高宏安要串供也没有机会了 好 不过我觉得高宏安可能也万万没想到 简调会在今天有动作 他可能想说我有立委的保护伞 没有想到这个伞可能撑不住了吗 不然前几天大家也不会看到 高宏安还在发表这个 要就职前面还接受了专访 没有想到今天就直接被约谈了 我们要请教瑞德哥 因为接下来约谈了非同小可 好 刚刚最新消息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包括了高宏安李宗廷 还有陈焕宇 以及龚卫文王玉文都被约谈了 就在傍晚呢 要以往台北地检署来接受复讯 多少人被约谈将会来揭晓 意思是可能不止这四个人 好 那至于这四个人 有没有可能被列为贪污案被告 检方现在不回应也不评论 所以这代表都是有可能的情况吗 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 总共约谈的应该有五位 那到底真正约谈多少人 因为他兵分七路 他显然是多方全部都 约谈的也是助理吗 应该也是助理 然后因为他兵分七路 全部都撒出去 所以那么到底有多少人 不知道 但是约谈完了以后 如果是单纯作证的人 可能就请他回去 如果不是作证的人 有被告 总为被告身份的人 就直接会带到台北地检署 去进行复讯 所以到时候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讯的以后 因为我们刑事诉讼法规定 那么检警跟检调共用24小时 所以他们约谈都是在九点多以后的事情 所以他可以把他们带到台北地检署 可以问到明天早上 如果他还夜间不征讯的话 那么留在台北地检署时间会更长 那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媒体难道是这个等于说 这个牵手观音吗 这个为什么这样讲 他是千里眼还是顺风的 媒体为什么可以 把高宏安他们 在台北的律师事务所 在新北的议员板桥的竞选办公室 在新竹的餐厅 巨细迷遗都给你写出来 就是跟这些助理 跟相关有一些助理 在里面约谈的讲话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都给你写出来 我问你 如果不是 比如说当事人跟媒体讲 或者是 是不是有人已经 其实都已经在掌控之中 所以事实上在这些 确实没有错 因为那句话 我觉得对台湾的司法伤害太大 那句话是说搞定司法 不管他到底有没有人 真的讲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传出来以后 对我们的司法的威信 是很沉重的打击 那么我相信 调查局北部机动站 一向办任何的重大刑案 一向是不留情面的 所以他这一次 那么选择在这个 我觉得高宏安有点愣住 有点愣住就是 突然间这么大动作 他没有想到在选前 突然间就在今天 早上就突然间 这么大动作整个出去 今天的动作只差一个 就是身压高宏安这样 要不然其他的动作 该做的几乎都做了 因为呢 那么行文立法院 所以我个人比较相信 他是不是有行文到 这个永林基金会去 那么我相信在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佐证 金流 包括什么 一调查局的办案方式 几乎都已经巩固的差不多 现在只等着来了以后 现在也不是像这个 陈焕宇说 他到底是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焕宇自己 他不 陈焕宇自己必须想清楚 你到底要实话实说呢 还是要意气相挺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不会因为你实话实说 调查局跟地监署的检任官 就把这件事情都当做 算了 大家误会一场 我全部都不起诉 不可能的 以现在的激政 这个大概我们律师 司法界大概从来没有看过 一项激政会这么完美 那么完整的 你知道吗 以这个司法激政 跟整个他还调查局 都已经跟立法院 调了所有助理跟主任相关的 这个加班费 跟他薪资的流向 这些你要说 立法委员都不知道 我记得高豪安曾经讲过一件事 他说是助理从前 立法委员那边带来的 对不对 这句话就有意思了 你的助理从前立委的老板 那边带来的 并不表示 他就可以应退款 他也并不表示 应退款就可以拿去洗头 更不表示应退款 可以去请卸力工 跟一个媒体 这个等于说高层 一起去烤牛排 烤鲍鱼 对不对 然后烤龙虾 你知道吗 而他们所出的钱 9千多块 竟然是从助理的应退款 他们回捐回来的这个款项 你这些说辞 你没有办法 那么说服 解调单位 所以现在 今天这个动作 所有的动作 包括现在 我相信 高豪安现在正在 那么深思熟虑 他要怎么回答 所有的问题 不要忘记一件事 只有被告可以请律师 如果是证人的话 是不能请律师的 所以如果陈焕宇 现在还不是被告 没有律师 你知道吗 陈焕宇必须要 直接面对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约谈就对了 大家都怕 作伪 这一句话讲错 说谎的话 那个句节写下去的话 就是七年以下有期突 情节就升高了 你一刻比你的 稳照文书 还比较没有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但拉上去 伪证那个罪很重的 所以这个案子 会在晚上的时候 因为预估晚上应该 既然做了那么大动作 不做就不做 做那么大动作 你如果这些相关人 都没有一个 移送到这个北检去复训 那大家就会坐实说 你看嘛 真的司法被摆平了 所以今天一定会做这个动作 大概晚上傍晚的时候 我相信 相关人等分析人 一定会送到台北地检署 那他们这些人 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 是请回 吴宝请回 那么再次强调 吴宝请回 交保还是生涯禁鉴 只要有一个 深压禁鉴 通常我们都说收压 那就不得了 那就表示 检调单位全案 对不对 他认为这个全案 有串供 有串供 灭证之鱼 所以他才会做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深压禁鉴 其实差不多 就是等于直接压了 但我们要请教一下 宝哥 因为现在看起来 高宏安应该是很紧张 检调这次动作那么大 其实非新兴的 这些助理 等于是我都已经把证据 跟资料上缴了 那今天呢 检调可以说是 约谈了所有的亲信 那等于是亲信 现在都在被约谈当中 你看被约谈 我一个人被约谈 我怎么知道 你要说什么 对 这感觉起来是分开 大家讯问 对不对 这心理压力 会不会很紧张呢 因为在今天之前 其实我们只 从媒体报导 知道检察官 有约谈过两位 一个就是小兔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位 陈姓的副主任 那至于有没有约谈其他人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应该有 对 因为刚刚瑞德哥就说 五个人了 对 要不然 要不然静周刊的报导 从何而来 因为我不觉得静周刊 那个报导是检察官 把记者叫来办公室 说我给你讲 给你操 不可能 一定是被约谈的人 他可能为了确保自己 所以他故意 透露给媒体一点点 好 所以呢 检调如果已经 检方如果已经约了这么多人 表示说周边的证据 大概都巩固 也至少到2020年12月底 以前的所有的账目 通通都有 那后面 所以今天 今天的情况一定是 四个人 进到北检 分四间房间 然后各自先问 问完之后 假设 假设 这个陈焕宇 陈焕宇说 说了一堆 说啊 这个事情呢 都高宏安都不知情 或是说陈焕宇都从事招来 但是高宏安说我都不知道 这都陈焕宇做的 然后检逃干去跟陈焕宇讲 我跟你讲哦 你老板说事情都是你做的哦 陈焕宇这时候一定 就下面你说 赖给我 然后就从事招来 隔离征讯的目的就在这里 就是因为你彼此不知道 对方在讲什么 所以你那时候心情会很复杂 压力测试 对 就是说假设 照举金的说法 就假设他们在进去之前 有开会讨论过 应对进退 对 但是呢 你在里面的时候 你不知道说 问到这一题的时候 我们之前那个考前复习 答案是这样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照答案写 或是有些人搞不好一紧张 会记错你知道吗 所以隔离征讯的好处就在这里 然后他隔离征讯 各自问完各自的笔录之后呢 他们会 检察官会 所有问的人会一起开会 把彼此的笔录拿出来 检察官会讨论一下说 哪边有疑点 那在这个等待的时刻呢 四个人还是没有见面 但是在这个等待时刻 他的心理压力会更大 因为他不知道说 他心里一直在想说 我刚刚想的检察官不想不相信 隔壁那一间那个 那个陈叉叉或那个王叉叉 不晓得照我们之前讲的 或者是公出我了 对 各种揣测 那个压力就很大 然后检察官会把 针对比对不合的地方 再去突破 一一去突破 陈焕宇的功能只在于说 2021年到现在的账目 因为那时候这段时间 他是办公室主任 他如果不讲 其实也不影响高宏安被起诉 为什么 因为贪污不在于金额多少 而在于你有沒有过贪污的事实 你只要有贪污的事实 那不管金额多少 一样 那个刑期 其实差别没有很大 陈焕宇的功能就在于说 你如果讲出检察官不知道的部分 因为现在看起来 透过零贯年交资料那些吹哨者 应该交的都是2020年底以前的资料 如果陈焕宇可以拿出 检察官不知道的东西 检察官会觉得说 你这个证据是有价值的 那我考虑可以把你转为污点证人 或是我给你还起诉 或是有得到二次减刑的机会等等 那如果陈焕宇没有这部分的价值 那他极有可能会变成共犯 当然要看他今天的证词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今天有可能 可能其他人会被伸压 其他人有可能会被伸压 但是高宏安也许不会被伸压 可是大家想一个情节 如果陈焕宇被伸压 最后收压境界 高宏安无保请回或是交保 你觉得高宏安回家之后 他心里会想什么 全部的人都被关系 都被问完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不整孤单 那怎么办 或是说另外一个情况是 陈焕宇被无保请回 连生压都没有 那高宏安心里会想什么 天哪 你一定把我咬出来了 检察官才会放你走 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的 各种的检方可以办案的手段 这完全都是合法的手段 就是人性嘛 就是心理战嘛 所以我觉得 其实真正最好的方法 如果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的话 就是有做错的事情 就从十招来 没做错的事情 就把你知道的据实已告 那如果陈焕宇 你检察官问你 一问三不知 你什么都讲我不知道的话 那我觉得他被深压的机会会非常大 好 所以陈焕宇被深压机会很大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宏安在傍晚就要来复训了 但整个案子 现在回捐助理费的情况 是不是有延烧到民众党这边 在昨天高雄市党部上了一场大和解 怎么样和解呢 现在说一切都是误会 难道回捐助理费的风波就此落幕了吗 那可不一定 好我们现在赶快连接给前民众党的立委参选人 敖博胜 博胜哥有在我们线上 有 博胜哥你怎么样看昨天的这一场大和解呢 怎么切结书有这么多的版本 其实我是觉得这场记者会看似大和解 但事实上呢 其实反而露出更多的马脚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呢 这个他们一直讲 经过两位律师 就是说刘家隆跟陈妙珍 讨论出来最后的签的定板 这一件事情 最初让大家听到 是从柯文哲口中听到 所以就表示说 这一个定板 还有不管是其他苗栗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版本 或者其他地方是不是有其他的版本 但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 柯文哲知道有出版 那个李嘉玲最初爆料的那三点的那一个出版 那一个原始版本 柯文哲是知道的 被证实 对没有错 而且能经由他口中证实了 那到底是谁定下这个出版呢 到底是谁定下这个出版 请各地的主委 至少我们知道冯启燕有拿去苗栗跟高雄 请候选人 议员的候选人签 那到底是谁定下来的呢 我当然严重怀疑 就是柯文哲科主席 那所以呢 他的这件事情 看似和解 反而先出了 就是柯文哲是对出版是知情的 而且很可能就是柯文哲本人的意思 就是要从地方公库里面搬钱给党部使用 那只是为了要让他看起来比较合法 所以做了各式各样的修改 请律师去做了调整去修改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算他经过这两位律师修改的版本 我看来还是觉得很好笑 坦白讲 各位观众以及全国的人民 你们可以去问你们认识的议员 不是候选人哦 议员 他有没有一个助理 是给他所属的党部 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给所属的党部用来作为联系之用 我跟你讲 绝对没有 地方议员用人的扣打是非常的紧的 他自己聘人都不用了 还留一个人的空间 给你党部去聘人使用吗 所以这个他们讨论出来的所谓的定版 我看下来根本就是对政治外行 而且对整个政治的运作 不是很熟悉的人 昨天冯奇艺拿出这一版就变成 这个人只是窗口而已 并不是这个立愿拿给党团来做使用 不是 他讲这个窗口 他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写 他看似写了合法的这个第二点 事实上正好透露了 他就是要掩盖最原始的版本 也就是说由党部指定一个干部 然后你要提供一个议员助理的名额 让党部去聘用 甚至说第三点 也就是将0.5当一个助理的费用 要捐给党部 就等于是 他是用一个看似合法的描述跟词汇 去掩盖了背后这两点 对不对 因为他的初心并没有变 他的初心就是希望从公库里面搬钱 只是要让这个切结书 如果说哪一天被曝光了 看起来比较合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掩饰的 并没有办法去掩盖他原本的初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有 是 好 博生哥现在在我们线上吗 好 博生哥现在连线 可能有点点不是很畅通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博生哥有说到了 议员怎么可能 其他议员怎么可能会签这样的一个 把助理捐出去的情况呢 好 我们来请教一下 博生哥现在在我们线上吗 好 博生哥 我们请教一下 因为你刚刚说是柯文哲的主意 那柯文哲总不可能自己拿去给这些参选人签 一定是当初有一个团队 可能叫你们签的吗 是这样子 我相信 因为现在民众党的主持比较健全 有地方党部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应该都是透过地方党部 去执行柯文哲的意志 中央委员会决议了 然后由地方党部去执行 冯启燕他一定是很认真的去执行 柯文哲的意志 所以才会闹出这样子的风波 那我可以还原2019年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选2020年的立委的时候呢 民众党也有一个很好玩的制度 叫做保姆制度 我相信如果有长期关注民众党新闻的人 都有听过这个保姆制度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民众党的 区域立委的候选人 都是素人 完全不懂政治 也不懂政治的运作 所以那时候民众党就安排了一个制度 叫做保姆制度 由一个蓝绿资深的 那个在市府市府的团队的人 或者是柯文哲的顾问群等等的 担任立委候选人的保姆 那为什么当初会由张哲阳秘书长 亲自拿来给高雄签 那其他区域的很多候选立委候选人 都有讲说他们好像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其实我认为当初在柯文哲的意志在执行的时候 那很多很多这样子候选人的保姆 他们看到这个都认为是不合法的 里面有问题的 所以你说这个保姆是蓝绿组成的吗 蓝绿政党被柯文哲找来的人都组成的吗 我举例来讲 好比说像周渝修 对然后像这些人当初都当过保姆 还有最近常常上节目的张艺善 他们都是保姆群里面的成员 都是一些政治的老屁股 他们当这些政治素人 也就是这些立法委员候选人的保姆 教他怎么去选举 教他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高雄的四位立法委员候选人 当时的保姆是谁 就是疑似性骚扰学姐 然后出事情的刘家人 对所以那个时候非常尴尬 我们四位立法委候选人 因为刘家人被竞选团队踢出去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保姆 所以你们就解散了吗 保姆就解散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刘家人被踢出去这个团队 然后像周渝修 像张艺善 他们还都是这个保姆团队里面的 所以为什么会当初会有党的秘书长 亲自拿那个区域立委承诺书 来给我们几个人签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保姆 被踢出了团队 那当然了 那个李嘉玲他有他的说辞跟想法 但我也讲说 我亲眼看到的 的确就是将立委一年的收入 条列一条列出来 如果说真的是像李嘉玲讲的 就是已经有把区域立委 每个月每年20万 然后区域立委每年60万 有列的这么的干净的话 那这就没有必要掩盖 甚至可以发新闻稿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职务捐 都有那个募款 募款额 这就是没有任何好掩藏的 那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然后把我们四个候选人 而且不能带任何助理 约在人道大会 那个一个特定的包厢里面 然后才拿出那一份区域立委承诺书 很显然里面就是有一些 不能够曝光的事情 不能够让外人知道的事情 好我们谢谢博盛哥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民众党里面有所谓的保姆制度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怪怪的 有一些保姆也觉得签这个好吗 有点违法 也觉得不是很透懂 所以就没有拿出来了 但要请教静平哥 第一次听到民众党里面有保姆制度 那你看一切都是以柯文哲为主 但接下来的民众党可能不再是以柯文哲为主 那一天不是爆出来说 高宏安在党内会议里面大骂卸立功吗 柯文哲亲自怀疑说 大家就是阐述事实 哇柯文哲现在是等于是 整个人都站在高宏安那一边了吗 因为说柯P他其实也不想 在高宏安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民众党变成重死之地 就高宏安的立场来说 现在媒体整天和整个篇幅都在讨论他 以及批评他跟攻击他 他也会怕自己没有办法承受那种招架之力 干脆有一些版面如果能够 share到比如说谢立功 或者是民众党中央的身上的话 化解少化解他一些焦点的话 他多少喘口气也是这样的 轮流党子弹 谁知道今天今天爆出这个检调 他就没办法把这个问题丢到检调了吧 他就没办法去骂检调了 所以这个是站在高宏安跟民众党 还有这个柯P和谢立功不同的这个角度 那我也还原一下我说当时其实我大概听到的消息是 谢立功会被这样问 就是因为当这个高宏安的这个攻击金出了问题之后 那媒体就会问谢立功说 那你那个去什么密室网媒体参训 你是引用了这个高宏安的攻击金里面的钱 然后难道民众党自己都没钱吗 那谢立功没钱吗 谢立功其实也不会没钱 再怎么样 就算吃一餐饭将近一万块 也不至于谢立功拿不出来 对 所以谢立功他就有点纳闷 就谢立功的立场 他说我只是去吃饭而已 他叫我去 那他通知我 因为的确如刚刚这个瑞德哥有提到 那一场餐训就是三个人 高宏安一个媒体高层 然后谢立功 那高宏安因为跟那个媒体高层 他不是很熟 所以他就想说都跟那个谢立功讲 问谢立功能不能来一起 就是说陪同一下 毕竟是民众党的这个秘书长嘛 一个政党的秘书长 然后再加上一个立法委员 这样子刚好 那高宏安也有面子 所以后来谢立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就出席了 那出席了之后 然后吃完饭 反正就是九千多块 那高宏安买单 那小兔他在做帐本 他做得很简略 他就会写秘书长媒体参许 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大家都以为 秘书长请媒体吃饭 然后要跟高宏安请款 谢立功也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他才会跟媒体这样回应 结果没想到高宏安 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讲说 你为什么要对媒体讲这种事情 就是 还不小心踹了围剿 对就不爽这种事啦 那柯P他说我听起来蛮正常 他们在想讨论什么事情啊 是爆料的人有问题 还是媒体下不了问题 我觉得都不是 柯P他在听这些听得起以为常 可能民众党就是这样子 互相踹来踹去的 他自己骂人家 谁家的狗牵回去 都把他当成像聊天一样 这个疑难自得 就是说他自己讲话都这样子 所以也难怪 当我真的觉得说 就算这件事情不是斥责 或者骂怒骂什么什么的 一个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虽然他是立委 然后现在当上新竹市长 可是你对民众党的秘书长 在柯P的地位之下 然后你这样子直接这样指责他 我觉得在政治伦理上 也是非常不礼貌 但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关系到什么呢 人要放哪里 钱要从哪里来 过去柯文哲呢 现在没有办法 寄生在新竹市府了怎么办 那难道这个人 要塞网基金会吗 我们要请教志胜哥 过去呢 人家开基金会就说 哎呀这个里面有魔戒 一定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柯文哲现在认了 为了2024 他也要筹备基金会 他说什么呢 选举要雇人 怎么那么双标 选举要雇人 跟你筹设基金会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基金会拿来干嘛 他就是希望有人捐钱给他 然后基金会运作 运作就拿来当他选举雇人 那你可能就叫柯文哲 选举基金会好了 看有没有人要捐钱给你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讲的 选举要雇人 所以我现在被迫要成立基金会 在过去他怎么讲 过去台北市这么多讲什么 讲说全台湾政治人物 我最清流 只有我没有基金会 其他人都有基金会 然后就会有人拿着钱 去捐给基金会 捐给基金会之后呢 就会来拜托他成情 来这个相关关缩 他说你看我没有基金会 所以就不会有人 今天来捐基金会 明天来拜托他成情关说 那现在呢 现在他就说 没办法 接下来我孤单一人 因为台北市长快要下来了 所以我孤单一人 选举要雇人 所以我只好成立基金会 那我们也很好奇问柯文哲 你现在成立基金会 不是一样人家来捐助给你吗 将来捐助给你 这个基金会目的很清楚 你要选举嘛 对 那你选上了之后 那一样捐钱给这些基金会的人 只是多等个一阵子 如果你真的要选上了 这些人难道照你以前的想法 这些人不会难道回头来跟你讲说 我要成情 我要关缩吗 不是一样的问题吗 只是延后发生而已啊 那所以基本上柯文哲等于是 今天的柯文哲又打了 昨天柯文哲自己的脸 柯文哲又讲说 他以前讲这个基金会像魔戒 带上去就会上瘾 然后越带越过瘾 因为不断有人捐钱进来 然后他可以有这种小金骨可以运用 等等等等之类 那柯文哲你现在自己戴上魔戒之后 你到底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形状 那你要戴上魔戒来选举 那这机会越滚越大越搞越上瘾 那这样情况 你柯文哲你之前批评其他的人物 或者是不当的 或者是这种影射的 对啊 把他讲得很黑的情况之下 那你现在自己下来 你是什么 你是清流吗 还是你觉得你其实以前都讲错了 那你要不要出来跟以前的直接 批评的基金会们来做道歉 好请教混贞姐 因为柯文哲之前是讲说 因为我在当这个台北市长 我可能有很多人情包袱 那我现在基金会 有人捐款给我 我只要说句谢谢就好了 真的有人捐钱给你 那么大笔金额 谢谢两个字这么简单吗 也许人家捐钱给你的目的 是因为看着你以后可能要选总统 那不是你以前选市长的时候 你说我选市长 人家捐钱给我 我会有压力 那你现在以后 如果你要选总统 人家捐钱给你 那不是你难道不会有压力吗 你位置更高 你可能要涨的权力更大 所以我觉得整个柯文哲 就是今日柯文哲 打脸昨日柯文哲 而且是他们很厉害 他帮他整理出来 2017年1月18号 柯文哲说 我最大的骄傲是 没有设基金会 如果有基金会 大家要来捐钱 人家捐钱给你 你有办法公平的执政吗 我相信台湾人物 没有基金会的 只有我一个人 2019年5月26号 我在忍 我在抵抗魔鬼的诱惑 看可以抵抗到什么时候 就他现在被魔鬼抓走了 现在有贵的牙齐了 你知道吗 现在有贵的牙齐了 现在2020年12月14号说 抵抗不了诱惑 他当然没有这样 他的讲法是说 要请人 可是我跟你讲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我最受不了柯文哲的地方 你自己在没搞清楚 状况的情况之下 你说别人设基金会 全部都有问题 就你自己最清高 就你慢慢了解之后 好像有这个必要性 到现在就变成说 不然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会让大家误会说 基金会是不是都很黑 对 这个真的是这样 而且我跟你讲 我看着柯文哲 他活生生就是 乔治欧威尔 动物农庄里面的那只猪 什么意思呢 以前那只猪 就看其他 看那个主人 就说这个主人剥削我们 我们这是动物 所有的农产品 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为什么主人 要把我们农产品弄走 主人 然后就开始率领 大家把主人推翻 开始把主人推翻之后 说我们所有动物 全部都是公平的 我猪也是公平的 你的那个鸡也是公平的 我们所有东西 全部都是公平的 我们没有分你 我们没有谁 比较高尚 就到最后 那只猪开始学人 站着用两只脚走路 还穿西装 柯文哲 你就是那只猪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说人家 用基金会都是 都是有问题的 还是被魔鬼诱惑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不是难道 是落实你自己 就是被魔鬼诱惑吗 第二件事情是 其实我对基金会 非常熟悉 因为我打了另外一个东西 叫公益信托 两个其实差不多 公益信托修法 加油 基金会是这样 很多的 尤其是包括马英九 包括蔡英文 他们在竞选 然后当选总统之后 会有一些选举的补助款 所以会有好几亿的 一个钱进来 他们也有 就是说为了之后 一些政策上的讨论 或者是讲白一点 你如果这些钱 全部进你个人口袋的话 也会有很大的 税金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然后那笔钱 就会进入要基金会里面 这个基金会 就会变成很多政策 讨论所用 这是一般大家的 比较习惯的模式 那你柯文哲 很奇怪 你是现在没有 你现在用 还没选 对啊 还没有选 对啊 还没有选 所以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成立基金会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要 筹选选举的 一个竞选相关的款项 我从现在就可以 开始接受 可以 你这样吗 其实这我是 因为钱不能拿来选举 对啊 这不行吧 对 我也觉得 这应该是不行的 基金会设立的目的 要看你 比如说有人基金会 是为了要教育这个部分 有人要做慈善 有人是要做环保 每一个基金会的设立目的 其实是跟他的 所谓使用目的有相关性 那我是不知道 那个柯文哲 你的基金会设立目的 难道是说 帮助我迈向 2024总统府之路吗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拿 难道你要拿基金会的钱 然后来聘雇 你自己党团的用 然后聘雇党团用之后 甚至以后可以挪为 选举所用吗 你看 从头到尾 公款私用 从头到尾 又想要去弄一个 用一个名义 弄了一笔钱 然后再去挪为 其他所用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从头到尾 他的脑子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法制观念 他想的都只想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用 他完全搞不清楚 人家所谓的财团 法人基金会的用途 使用项目 是如何去合乎法规 不是让你说 因为我要选举 我要党团要用人 所以我才要弄一个基金会 然后大家来给你捐钱 然后那你可以存 没有这样子 设立基金会的目的 所以我是觉得 柯文哲真的是 与其你现在还要设基金会 来框钱 来想那有的不的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你也不要浪费 大家的爱心了 你就开始退隐江湖 反而是最好一道 好 虽然大家说 很明显就是双标 那这是不是也是双标 请教瑞德哥 昨天美国大联盟 来到这个新竹棒球场场刊 之前选前 这个高峰安不是说 新竹棒球场有什么大秘宝 里面有贪污弊案 结果美国大联盟一场刊说 这个是有潜力的球场 站在这里的居然不是前朝 不是现在的新竹市府 居然是高峰安 他怎么站在这里还合照 柯文哲不是说 有什么百亿弊案吗 然后柯文哲不是说 那么大家为什么不去 盯12亿的弊案 指的就是棒球 新竹棒球场嘛 为什么要盯高峰安的60万呢 那在你们眼前不是说 高峰安不是说 选完以后要针对这个 所谓的百亿弊案 要去追打吗 那你们就追啊 你们就打啊 各位 这就是民进党笨的地方 为什么呢 民进党明明这个12亿 各位知不知道 以前的新竹的相关的棒球场 是很破旧的 你知道吗 很老旧很破旧的 那么林志坚 民进党 然后用了12亿的预算经费呢 把它新建一个很漂亮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 我觉得那时候不应该太急的开幕 你知道吗 应该把所有的这些细节 全部都弄OK了以后呢 漂漂亮亮了 高高兴兴的 你想想看 那时候如果是在选前 才所有东西全部检查完毕 没有任何的瑕疵 那么才正式开幕了以后 那有多棒 那这个球场就不会被你们这样 污名化成12亿的 弊案的球场 不是这个样子吗 然后现在 哇不得了了 为什么 大联盟的人来了 专家来 四位专家来了 然后警察来了 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棒球场很棒啊 我们的这个经典赛 我还是我儿子 他对我在注意 那个打棒球 他跟我讲说 爸爸那个经典赛要来 这个你说新竹就要打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突然间 弊案没了 12亿就不再是弊案了 这时候突然间 你看我们新竹多棒 你知道吗 新竹有这个球场 然后可以打弊案 而且大联盟的专家说 这个球场很不错 这个球场以后 台湾可以打 打国际赛什么都OK了 突然间全部转掉了 为什么 因为你选上新竹市长了 很简单 你现在去新竹市长了 既然好像是你的 好像说跟是你的一样 选举的时候 不是这边是弊案 那边是弊案 到处是弊案吗 然后最后 这个球场经过这几个月来 以后拯救了以后 终于让大家知道 这个球场本来 要把它弄成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说就是民进党笨 就是林之间笨 为什么 你们竟然让人家 挂专案 挂到他筋去 你知道吗 不是挂丁管而已 连筋就只能把你挂掉 不过我不知道 高宏安这个事 有没有机会 去重新参与 这个相关的这个球场 因为 昨天跟今天 答案到底怎么样 答案要晚一点才会揭晓 所以我不知道高宏安 他虽然想要挂专案 但是我不知道 他能不能挂完 从这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如果高宏安 到时候真的因为这件 因为相关大家 连续爆料的几个月的 相关的这个助理费也好 还有包括加班费也好 那么他的这个应退款也好 还有包括 永宁基建会50万也好 然后一堆一堆一堆 到时候如果被起诉 判有罪的话 我真不晓得 那9万8千多名 投票给高宏安的 新竹市的选民 你们自己心中 到底会做何感想 好 我们要请教志胜哥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最主要的甲方应该是 新竹市政府 所以你看这个脸书 新竹市新监市 里面都是新竹市政府的人 但是来到高宏安的脸书 怎么变成这件事 就是高宏安的事了 每一张照片PO出来 都是高宏安在旁边 告诉美国大联盟 这个场地怎么样 这个地方怎么样 奇怪 这个收割到尾 怎么收得那么快 如果不宁就宇的人 还以为 这个是他盖好的 他任内完成的政绩 然后跟大联盟缺虚 说这个球场怎么样 所以其实你看 这个时候 刚刚志胜哥说明 这不只是收到尾 已经把这个根都给你收光 我们今天搜寻 这个相关的新闻里面 都是高宏安团队 对 站着美国大联盟的人来场餐 对 可是事实上 新竹市政府的人在里面 因为应该是新竹市政府的案子 然后他们长期以来的一个状况 结果你看 高宏安团队这样一转手的包装 好像是高宏安团队努力的结果 让这个球场改建完的 这个确实都结束了之后 大联盟战不绝口 连明年WBC都考虑要在新竹办 哈喽 你高宏安还没上任 你不是还是立委吗 你也没持立委 你的团队这么有能力 可以做这些事情 然后就围绕着这些大联盟的 这些人在这边 在这边做解释等等 我觉得很清楚 高宏安第一个 割到尾收割的这个做法 其实不只在这个东西上面 这样呈现 他一方面不断的要强调说 你看好像行硕 他已经是新竹市长 行硕那种假象 二方面好像行硕 这个是他的功劳 所以他跟大联盟这边 有很多的互动表现 第三面我相信他的心情 第一次想要透过这个东西 转移大家对于这一段 其实不是今天吗 这几天前面几天连续下来 其实检调都不断的在搜索 高宏安办公室 都在看高宏安这个案子怎么发展 然后没想到今天就被带走了 对 可是到昨天这里 可能想可以用这个东西 来转移焦点 带一下风向 把高宏安正面的形象 整个展现出来 甚至还要 又要讲超前部署了 又要讲说 他要这个查三大弊案 有没有 这个大秘宝东西 要查总图啦 大火车站啦 跟那个官普国小啦 等等 又在讲这些东西 可是今天之后呢 那明天开始呢 这些东西 不要讲说高宏安毫无关联 那再来 高宏安如果 今天的这个征讯之后 后续的变化跟发展 其实一方面 还新竹的公道 还现在的新竹市政府 过去林志健执政 八年的公道 二方面 高宏安会不会没有机会 再来看 再来说炫耀说 这些东西 其实都跟我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会还 这个大家一个正义跟公道的 好 所以高宏安到底 会不会被生压呢 稍后就会知道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那么一当选之后呢 高宏安抢着开箱 过去说是弊案的新竹棒球场 但是请教晃哥 这是不是有种 柯文哲的即视感呢 一上岸就开始打弊案 打得声名大噪 然后后来发现 嗯 就这样子 恭喜高宏安 成为台湾历史上 第一个还没有上任 就有政绩的人 真的蛮厉害的 其实刚刚举行讲到说 你今天去搜寻那个新竹棒球场 都是高宏安团队 我是怀疑 因为Google的搜寻关键字 是可以花钱买的 它是可以花钱买的 所以我高度的怀疑 可能有下一些行销广告费用 所以你搜寻的都是那个高宏安 我真的为林志坚 还有陈慧雄感到不值得 新竹棒球场国民党时代 烂了几十年 没有人动它 林志坚花了很多的时间心力 去把它整修成现在的样子 当然上一次开幕的时候 有一些缺点 还有球员因此的受伤 但是后来也在 林志等于是在 这一任的新竹市政府 在卸任之前把它整修完毕 而且有可能明年有机会 可以打WBC经典赛的会前赛 就不是正式比赛 因为正式比赛是在台中中级球场比较大 因为新竹球场毕竟比较小 那其实它就代表说它是得到一个 至少大联盟某种程度的认证 这个球场是一个合格的球场 那我觉得当时把这些批评的 一无是错这些人 你们要不要出来 我觉得你们欠林志坚 欠沈慧雄一个道歉 还有欠辛苦的新竹市政府团队一个道歉 他们这段时间战战兢兢 花了很多时间 整理完毕之后 先请我们的中华职棒的工会 先去看过一次 没有问题 WBC才来看 所以我觉得 以后谁要敢再批评新竹球场是个弊案 我觉得回去先照照镜子 你问问高宏安是不是弊案 如果是弊案 他昨天那么高兴带人去干嘛 去参观弊案吗 好 接下来讲说他要打所谓的 不管三大弊案五大弊案 当然他是希望说 这所谓的星光上任三把火 过去台湾的地方的民选首长 其实做过这种事的也不在少数 但是最后的操作是否成功 绝大多数我认为都是失败 为什么 除非你真的有确实的证据 你就讲柯文哲的五大弊案吧 经过八年 我们现在不是常来笑他吗 五大弊案变五大怪案 现在五大吃案 全部被吃掉了 那请问 那柯文哲 你的当时的五大弊案在哪里 而且当时的所谓的五大弊案 都是在柯文哲上任之前 经过非常详细的公共的讨论之后 大家发现说 这里面的确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不合常理之处 所以柯文哲才是借着 这股民意上去讨论 开始去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但是请问 新竹是有没有所谓的 三大弊案的公共的论坛的讨论 没有啊 那都你们在讲啊 官普国小当地人出来 讲过多少次了 专业建筑师跟你讲过多少次了 官府国小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你的大秘宝在哪里 新竹球场现在你不敢讲了 对不对 那还有哪里 还有所谓的新竹火车在 那你就去查嘛 你上任之后 你就可以去查 可是 我是不晓得高宏安 还有没有这个心力 去查这个 他口中所谓的弊案 因为 他自己的弊案 可能得要先搞定 要不然他哪有这个心力 去查所谓的五大弊案呢 对不对 好